《周先生》 周先生,我经常就叫做祝大哥,她说:"你不要叫我祝大哥,我不是黑社会!" 我说,你比我大,所以我叫你周大哥,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对你的一种尊敬,他人的非常的豪爽,他说起话来收入红中,非常的响亮,有什么他看到有问题的地方,他是立刻很直接的就给你讲出来,有时候可能我们亲自有辩论,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。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跟我们,他作为一个乐评人,可是呢,我们在很多时候,我们把他并不作为一个,只是一个乐评人,首先我们把他作为一个朋友,因为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一个朋友,因为他是用他的真心,希望能够帮助到你,他也是与这种热情和真心打动了无数的人,我觉得这是一种大爱,这一种大爱。 如果有,我们平常看到有些乐评人很silly啊,写东西的时候很尖锐啊,但是我们知道,周先生他写东西有时也是很尖锐的,但是他写尖锐的,背后他一个是帮,希望帮你,而不是觉得说,我是个乐评人,我可以看到你什么不足的地方,我就在这个文章里面,写得很,很难, 就是有一种非常严厉的评人,他不是这样子,他是很尖锐,但是他给你能有一些引导性的,也鼓励你最好的那一面。 我觉得,周先生喜欢吃东西,他是个美食家,我们很多次,我们的那些灵感呢,或一些想法,都是跟他吃饭的时候,一说,嗯,这事情要去做。 所以呢,他经常在发现,香港有什么这个私家厨房啊,这样的东西,他就说,哎呀,我又发现一个什么什么地方,香港又有什么特色,什么吃,咱们能不能在那里去,一边谈一边去,我们去品尝那个美食。 所以呢,他还有一个习惯,就是他每一次要去用餐的时候,不是他先吃,他是用他的相机先去吃一遍,先品尝一遍,然后他会把它放上他的网上。 其实如果我们在周先生的微博或者微信,当然Facebook就更不用说了啊,你一定看到他每天都会说,今天吃什么东西。 如果我今天在家里,我今天尝餐,家里是,啊,用的什么,我跟朋友吃什么东西。 你在他的那个Facebook,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,对生活充满着一种乐观,那种很享受现在的一个,活在当下的一个人。 所以这个,我们跟他在一起,我觉得非常的快乐,就是,不但能够从他这里能吸收到很多,啊,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知识,啊,或者是能够大家在一起撞出一些新的一些idea,火花,还能品尝到美食,啊,还能听到他讲很多的故事。 呃,有些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啊,有些,呃,就是我们香港中央团大概在公司化以后,我们从2001年,呃,成立有很多的,呃,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届的,呃,香港胡琴节,千人胡琴大业,他也进这些产业里面很多的一些,一些工作。 然后,到了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呢,呃,去到这个,这个维也纳,京师大厅演出,我们邀请了周先生,我们一起访问。 在整个这个访问的过程中间呢,当然是,呃,不光是京师大厅,还是其他的演出,因此呢,我们除了在参观这些,几乎他就是我们所有的活动,他都参与了,啊,从我们的用餐,呃,从我们的和同事们的闲聊, 然后,甚至于我们的生部长艺术会议,我们都要请他参加,让他全程的感受到我们这个团队怎么去运作。呃,也正因为这样子,所以对他人的这些一些性格,我们就有更深的理解。 我就觉得特别的,也印象特别深刻,就是我们当时在维亚纳的那个,那个旅馆里,呃,休息的时候呢,就在走廊里,呃,周先生就用他的那个不嫌不淡的普通话跟我谈, 当然那个时候他的普通话还不像后来,在这几年他的普通话经过非常非常大。那时候他的普通话大概我是有,起码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,我是需要猜的。 但是,你可以看到他,他特别有自信,他好像讲的,他就是一个讲不通话讲的最好的一个人,讲话大大声跟你,大大声的说,哇,一边思考,一边那个脑子飞筷子转着,一边给你,呃,旁正博引的,给你讲,讲他的想法。 啊,如果有些地方呢,我跟他不一样,他就跟我辩论,辩论的,啊,这个,他有时候是弄目原正的那样子,啊,那不行,这很有意思。 可是讲完了以后,有时候他想想,哎,这个,颜读姐,我昨天想了一个,我觉得昨天我们谈这话,记得这么这么,他回头再跟我去谈这个东西。 所以,我们有时候是很激烈的辩论,哎,但是,接下来以后,我们又重新找出一个点来说,嗯,通过这样辩论,我们把这个事情都组成搞清楚了。 呃,有时候也可以看见,特别有趣的说,他那时候跟林若培先生,林若培先生那时候,他那个,到维亚拿,他也非常的激动,因为他以前是到去欣赏人家欧洲乐乐团,现在是由香港中央团演奏他的困承世界,在金色大清,你说他特别的激动。 当然,我们在这个过程中,也有很多人聊啊,呃,周先生有时候,哎,特别喜欢跟那个林若培先生斗乐,故意斗他,啊,斗的,有时候林若培先生很生气,有时候开心的不得了,又是个在说,啊,林若培先生你以前,呃,跟你的,什么时候谈朋友,谈女朋友啊,什么的故事。 俩人为这个,当时的故事的一个环节,会真的面红耳赤,所以呢,我们都都差不多听了,我们都睡觉了,但他们俩还在一直在,在巴士上,一直还在辩论那个当时过去的事情。 就肯定他的这个性,性格呢,非常的真,啊,非常的真。真以为他和朋友之间有这种真,并不是觉得我是高高在上的一平人,啊,我是批认你们的,我是看你们有什么问题的。 他不是,他是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来,大家一起商量看怎么能够,把他去解决。